掌者收股息 今天星期一 晚上10點53分 今天 恆生指數只不過升了200多點 但是我們這裏經常 關心的所謂強勢板塊股 銀行股 通訊股 油股 升到瘋了 大家看看 現在的股票 我們關注的股票 就貴了 但是成間額都是1,000多億 經常都是這樣 代表什麼意思呢 錢在內部 糖水滾糖魚 由一個板塊炒去另一個板塊 就算是一個板塊之內 都炒來炒去 你會周時見到這些消息 北水南向 資金 只流出939 就只買入3988 這樣也可以 你看看 錢就是這麼多 炒來炒去 都是那些錢 怎麼分析呢 本地的機構投資者買的 強積金每個月都買些 有部分錢在北水那裏 有部分錢在山湖 我相信 香港這個股市也是 都是這樣的 股票貴 又是這麼多成交 便宜了 便宜了 便宜了便宜了 沒有了北水便宜了便宜了 這個五月大家都看到 因為中國那邊放了一個 五一勞動節加期 我們看到幾百億一天 都有的 好了 幸好 我今早看好幾隻股 大部分 不是三個月新高 六個月新高 就是一個月新高 兩電一枚 特別是中電 升了60元 這些是很安心的 不需要減倉的 因為它的走勢是非常健康 逐步慢慢上 兼且有個會 15號開會 宣佈派息 這些是很正常的 什麼 預計 期待 期待 港燈也沒有 港燈也是一個月新高 之前有朋友說 怕它跌到3元 我就解釋不用怕 因為它是本地的獨屎生意 長期有息收 長期有生意 也不會說跌到這麼低 不用怕 煤氣便今天隨正 最後升不上7.5元 到7.2元 就隨正 明天看看它的價位 這個煤氣也是一個月新高 每隻股都是這樣的 高位 特別我們關注的267元 是三年新高 三年新高 好了 幾隻銀行股 我覺得 那個走勢非常不健康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是不健康的 我跟朋友聊一下 有些我都很棄中 炒股專家 我就跟他們說 你怎麼處理 股票升到瘋了 他們就回頭 六七十歲 你是不是想發達 他就說得對 我不是真的想發達 發什麼達 現在最重要是 身體健康 安心生活下去 就是這樣 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滿瘡的話 你就可以減貨 不過如果你很差的 他說我 如果你很差的 好日子都不買到一隻星股 你當然是抱著他 手藏腳鎮 今天晚上看著他 希望最後一隻毛錢也賺 我不是 我就是 減少一點 拿回多點錢 看看有誰 有什麼股 值得買的 就再買 這樣說 我也挺 同意他的說法 所以我現在面臨著 兩種股 一種是 升到瘋子的股 瘋子的意思 突然間有 一枝羊竹 一字形 大陸叫做一字形 拉升 好像一動 拉升 例如今天 3988 升了4-5% 這些股 如果你是滿瘡 舉例 你有很多 3988 舉例 你有20萬股 不妨在現在 減少一點 減少一點 減少到17萬股 不要20萬股 17萬股 你可能減少之後 他會再升 其實不是的 你只是五波 你現在 在這個 這樣升了 一枝羊竹 插上去 很大機率就會 會有些回調 為什麼呢 有些人買了之後 賺夠 賺夠 賺夠就離開 那些錢 又沒有多 桌面 沒有多到錢 都是那千多億 在那裡 有些人 就賺夠 這樣便會放 機率也挺高 另外 有些人 當然是 學識多了 知道這個 中資銀行股 在這幾個季節 在這幾個季節 就有個升幅 就以這個 隨前那天做 終點 很多人都認識 現在 現在很聰明 那些人 早點做 早點上車 因為擔心 遲了來說 那些價錢升了 那就 那就不著數 所以有些人 就是 這樣的心態 就是買的 這些都是 短線客 來的 如果 不是說 好日都不中 升股的 尤其是 在管理 組合 你就 適當 我就選一些 升到瘋了的股 就選一些 減一些 減一些 未必是最高的 點去減 策略性 是要減 我要少些股 因為股貴了 我就要 保持現金比率 我就要減一些 當是一個很專業的 去做 不是軟 我明知道 它有可能會升 有可能會跌 我們自己 管理一個倉 就是這樣做法 好了 那隻 浙江 黃湧 今天 隨正 跌了 6.5 那就是 你在6.5 最近買的 現在都在那個位置 你已經 代了 42支股息 如果停在這裏 這樣 就沒事了 但是 它的 沽空比率 達到 約30% 是 就是 有人 預期了這個日子 去沽 沽 這次 就不太幸運了 像 收息股 這麼厲害的走勢 應該 賺不到很多錢 賺幾毛錢 我看回美國的市場 怎麼猜 騰訊和阿里都在跌 匯豐 就有少少升幅 花旗銀行 也有少少升幅 那些應該是老土傳統 傳統股 明天就 不錯 會站穩 反而 那些 潮股 那些 科技型 那些 那些 就會 受點壓力 這一輪 有可能 就是 那些錢在這些板塊 那裏 走去 收息股那裏 傳統 強勢板塊 收息股那裏 那裏 到他覺得 別的板塊 適合 玩 他就會 離開 一個板塊 走去別的板塊 這幾個月都是這樣 這幾個月都是這樣 所以 今晚的訊息 就是 沒錯 買收息股的朋友 都很開心 這輪 升得這麼厲害 升到瘋了 我都很久都沒見過 那些中國銀行 3988 好像升上去 升到這樣 不是說 它不可以升 它的價位 是可以更高 但是不是這樣的速度 不是這樣突然 升的 我覺得 有些 不是正常 所以 就 不要太貪心 我想 想 倉庫的現金 更多 就是現在 這個時候 適宜 賣少少 不是賣完 是賣少少 有什麼股可以買 我覺得 值得買的股 就是 那些 跌下去的好股 例如 今天 1113 就 跌少少 反而 4號 就 升少少 都是 未脫離 現在的區間 這些股 如果有錢 就 買少少 買少少 放在這裏 這些股 到別人 對它發生興趣 它就會升 反正 你拿著這些股 都是 沒什麼 虧張 就是這樣 減少 我建議大家 減少 再說回 這個 上個星期尾 我又收到 這個叫做 太古B 一筆 股息 就 慢鬆 一筆 每股 叫做 中期息 I ID 叫做 Interim Dividend 三毛幾指 收了一萬多元 那就是 你看到 當你買一些 不用那麼 潮的股 買一些收息股 既有息收 股價也 當別人 對它發生興趣 時 股價也會升得 不錯 分分鐘 比現在 這個禮拜 都比那些潮股 升得好 好了 今天不說到這裏 我覺得 現在的收息股 是挺強勢的 挺強勢 如果現金太少 如果現金太少 因為股價跪了 現金的比例太少 不如 賺夠 那些股價 例如中國銀行 今年已經足夠 那些股價 賣少少 或者 工行 這裏 升到瘋了 賣少少 賣了之後 它升上去 你不要賴我 我是這樣做的 好了 今天就 講到這裏 補充一下 今天升得多 會有回到的壓力 OK 今天就講到這裏 補充一下 我再分享一個 A股也會升到瘋了 這些叫做 數過 1 2 3 4 5 6 6 條 6條羊竹 都未到9羊真經 都未到9條 但是它這樣升 我這個 月高竹 都是買了一個月左右 都已經收到 股息兩份 差不多 我打算 減掉了 我有兩萬股 這些 先賣掉 這裏是路股 廣東省 不過 那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只是我們這裏 是那些 所謂的 中字頭 現在有很多 訊息說 中字頭 什麼特別好買 其實 都是描述性的 如果 你聰明到 一年半載之前 不跟別人說 這些中字頭 好 那你就聰明了 那你就聰明了 在這個版塊裏 說的 就是 強勢 版塊 收息股 包括 所有 現在描述的中字頭 油股 通訊股 中資銀行股 等等 如果 繼續 去投資 這個 收息股 始終有一天 你會有 不錯的收益 有時候 過程當中 有時候 低谷的時候 你就會有 好的心態去度過去 今天講到這裏